还是继续再强调一下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平衡 借方很等于贷一方 资产很等于负债加股东权益 问题在这边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财务报表 它都是按照历史基础的控制力 而来的历史基础的控制力 所以在历史基础的控制力之下 在一直到一千 就是1990年到2000年 就是20世纪的时候都够用 到了21世纪的时候 历史基础的控制力不够了 因为开始要有未来基础的决策力 在未来基础的决策力下面 我们的报表就遇到了挑战 虽然我们说 我们可以利用以往的历史的数据资料 然后汇总分析它未来 但对企业来讲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工具 直接让我去了解我未来的决策 是不是有效的 这个时候好像很困难 一直到1996年 那个Caplan发展出来一个叫做平衡计分卡 这个平衡计分卡的重点 就是要把我们的管理会计 所有的技术要连接到所谓的企业的愿景使命到策略 所以这个平衡计分卡出来稍微弥补了未来基础决策力的不足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如果这个学期还有时间 也会把平衡计分卡作为介绍 OK报表编制的基础 它基本上就是英纪的基础跟所谓的现金的基础 在今天这个世界现金基础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而这个英纪的基础是越来越正常 什么叫现金基础 所有的交易往来都要用现金 那我们今天在六合夜市这个小面摊上面 搞不好是一个现金基础 搞不好 因为我们吃饭连刷卡都不能刷 一定付现金 可是如果这个面摊 假设它有很大量的面粉要运用 它跟那个面粉的公司打个电话说 我现在要500斤面粉了 你给我送过来 然后我开一个三个月的票子给你 这一下子啊 也不再是现金基础了 因为它有英纪的基础 它就不再给现金 它开一个支票 这就不是了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英纪基础 那至于这个记录的编制的准则 我们这边又有两个 一个叫台湾GAP 跟所谓的国际准则 这个台湾GAP 就是从美国的USGAP来的 GAAP 这个GAP呢 在早期的时候 都是比照美国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来编制报表 可是今天 刚好就是2013年开始 台湾从GAP过渡到IFRS或IAS IFRS就是国际财务报道准则 IAS国际会计准则 转过来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金管会的这个规定 这是2009年我们宣布要导入IFRS 这个roadmap里面 第一阶段是到2013年 上市贵新贵跟金融业都要用IFRS 到第二阶段 所有的公开发行公司都要做IFRS 用这个图形来看 2012年去年的时候叫做双轨定型制 今年2013年开始全部是IFRS了 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1号啊 因为我们的报表要有四个月时间的编制 2013年5月1号公布的报表 全部都还是按照传统的来做 因为2012年是一个双轨 所谓的双轨企业还没有完全过度 因为过度成本很高 所以某种程度都用传统的报表方式 明年的2014年的4月1号 因为明年开始报表编制 从四个月缩短成三个月 4月1号公布的报表 全部都要比照新的准则了 所以今年的报表阅读啊 都跟以往一样 所以我们刚好卡在 各位同学你们刚好卡在这两个年度之间啊 那我们今年还是以2012年传统的方式在做 那IFRS跟GAP有什么差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 GAP是美国会计准则制定 它是所谓的规则或者细则的会计 或者细则的基础 Rule Base 还是Rule Accounting 那IFRS呢 国际会计准则是原则 是Principal Principal的Accounting 而不再是Rule Rule的意思就是说尽量的能够把它白纸黑纸把它写下来 让我们有所依循 那原则呢就要靠判断 靠分析 换句话说 在Rule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的规定 红灯停车 绿灯执行 就直接可以走了 可是在Principal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 绿灯固然可以直接走 红灯固然必须要停止 可是在红灯的时候可不可以右转 可不可以左转 绿灯的时候也可不可以右转 可不可以左转 这个就必须 如果在以前的Rule Accounting 就必须要规范 红灯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情况之下才能右转 那是啰啰啰啰一堆的 可是在Principal的概念之下 原则概念之下就很简单 你自行判断 自行判断完了 到底要怎么样 一切以安全为最重要 OK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IFS它不再拘逆任何的所谓的形式 强调实质的判断跟分析了 可是这样子下来 IFS的原则性的规范 会造成增加企业管理当局 会计控制的机会 所以去年以前 去年以前我们这个气管系毕业的学生 那有一些同学要去会计师事务所 因为有会计学成的毕业生 会计师事务所去应征 在两三年以前去应征的时候 都还有困难度 十个同学去应征 大概最多四个五个被录取 而且很辛苦 还经过好几关 这两年 就是今年毕业的 跟去年毕业的这两年 我们是全雷党 十个学生 有二十个供应的机会 让他们去学 同时之间有一个同学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给他了 我们去年毕业的同学 都给他offer 毕业以后就马上去 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气管系毕业的 又是会计学成的学生 现在会计师事务所 广泛的在国内名校 就是我们几个有名的学校 的气管系里面去找人 前提条件是 你必须要有中快 至少要有中快的训练 当然你不可能没有出快 出快一定要有 加上至少要有中快的训练 干嘛呢 就可以进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因为分析的工作过程中间 对于企业的专业 越来越重视 可以这么说 我自己在公司里面 做独立董事 早期的时候是会计在凶我们 啊 这个会计法规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自己也学会计出身的 所以发现合法的话 摸鼻子就认了 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时候啊 很多的认定 因为是公允价值的概念 很多的认定啊 我们比会计师还熟悉 这个时候会计师就比较 没有完全主导的能耐 增加了企业界的 操纵的机会了 所以这个现在的趋势就是未来很可能就是会计系的毕业的学生啊 可能会遇到气管系毕业的学生啊来竞争 当然会计师执照 是这个产业里面 永远的证兆啊 所以考过会计师执照的 大家都一视平等 但是会计系的学生 也要注意啊 我们这边应该没有会计系的 我们都是会计学成的啊 也要注意就是说 学会计的人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啊 感染到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 因为计算要正确 连一毛钱都不能差 所以会要养成的非常小心谨慎的保守习惯 讲难平免目光如斗 只看到捡钱的数字 没有那种管理的那种的视野啊 这个我们器管系的学生 去修会计学生 就比会计系的学生 至少来的这一点要好很多 这不是我自己吹牛 而是会计师事务所的 来给我们这边校园 增采的好几 这两年下来都在讲 OK 再看看啊 GAP跟IFAS啊 它在这个GAP 重要的是成本导向的一种逻辑 IFAS就是公允价值 市场价值 公允价值导向的一种逻辑 那GAP是偏重于损益取决 然后IFAS呢 强调资产评价 那GAP呢 它强调是单一公司 在分析的过程里面 以单一公司为主 那IFAS呢 强调的是所谓的 集团企业合并报表 这也有差别 早期的时候都是单一公司 那集团企业的合并报表 不是主要报表 单一公司 就是母公司的报表为主 集团企业的合并报表为辅 那现在刚好反过来 集团企业的合并报表为主 母公司的个别报表为辅 这个意思就是指 现在在这个企业经营的过程里面 就算是一个中型的企业 也有很多的子公司 或者小型的集团的企业的概念都有 所以透过合并报表 更容易有完整的收集资料 那报表的形式上面 这边大概就是把一些不同的 那一个差异 GAP跟IFAS做一个说明 跟着下来我们就来看报表的总类 这个因为是温故之星 所以我就不会再讲太多 但是有一些重点可能还要跟同学强调 这个总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四大主要的报表 名称来讲的话 只有第二个跟第四个有变化 资产负债表 以前叫损益表 现在叫综合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 以前叫股东权益变动表 现在减少两个字变成权益变动表 蓝色的字都是所谓的 现在的英文名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第一个报表有争议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 2009年开始要转换的时候 希望把资产负债表传统的名称 改成现在比较接近 它这样英文的名称 叫做财务状况表 但是后来在企业界反弹 认为说资产负债表用惯了 还是不要改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四个报表 重点在于 每一个报表的资讯功能 什么叫资讯功能 这个报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以及这四个报表 可不可以连在一起 串在一起 四个报表可不可以串在一起 这个王湘奇同学 这个四个报表可不可以串在一起 之间相互 之间相互密集的串在一起 还是部分串在一起 部分没有 还是没有串在一起 部分 哦 部分哦 什么部分法 就是资产负债表某一部分跟随意表有关 随意表某一部分跟信心流量表有关 你把信心流量表就是很有资源可以使用两个表 可以变出信心流量表 那权益变动表就是从一个表里面就可以变出来了 不错 不过我知道你应该是懂 因为光把信心流量表说对就不简单了 这个就表示四个表之间都有相关性的 我们只是希望在这边再做一次review 这一次上完以后 同学就要清楚这四个表的相互关系 OK 这边有一个参考资料在网大上面去点选这个资料里面 是我们金管会给的所有的报表的实际上的复杂的长相 我给各位同学秀一下看看 好 这就是所谓的金管会给的所有的报表的长相 这个有点复杂 同学自行的参考 我这边呢是给了一个简化的例子 OK 这是资产负债表的资讯功能 资产负债表的资讯功能是强调在某一个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 记住 特定日期通常是指12月31号 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12月31号 过了那一天变成1月1号 那个财务状况就不一样了 12月30号跟10月31号一样不一样呢 通常也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有把它定在 那个财务状况通常是个静态的 至少告诉我那一天你身上有多少钱吧 所以我们就定在12月30号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 我们的右边是资金从哪边来 资金从哪里来 不外付借来的钱 尊重别人摆上面 自己的钱摆下面 这些钱啊 资金从哪里来 用到了哪边 就是到了左边 就是资金的用处 换句话来讲 资金变资产的过程 都是资质备 资金变资产的过程 OK 这一块里面啊 我们可以分成四大块 简化来讲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就是借来的钱 是一块 自己的钱是一块 流动的资产是一块 固定的资产是一块 固定的资产就是房子啊 土地啊 机器设备等等 借来的钱 容易做假 不容易做假 每个借我的钱都盯得很紧 这边不太容易做假 自己的钱 都是由透过银行来控管 所以这个账上的自己的钱 包括股本 勾基金 也通常不太容易快速的 有一个做假的机会 土地厂房设备也不容易做假 因为这是固定的嘛 所以四大块里面 三块不太容易做假 而且这两块加起来 要跟这两块一模一样 剩下的唯一比较麻烦的 这个troublemaker 这个麻烦制造者就是流动资产 他是比较麻烦的 要做假是在这里面玩花样 所以我们说这一块是比较麻烦 不过还好是属于四分之一 因此12月31号的报表 是无可奈何之下 我们来了解的财务状况 但是多多少少还可以作为参考 那为了要保保险起见 就在1月1号加上12月3日 不是他隔天的 是在365天之前的那个1月1号 加上这个除以2就得到平均资产的状况 那就更稳当了 所以我们大概在资产负代表里面 有这样子的在无可奈何之下 还是选定的切割那一天 来了解这个财务状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公司就是资产等于负贷加股东权益 那我们拿两年度的资产负代表来做比较 来看看资金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 这边是一个例子 01年的12月31号的资产负代的状况 02年的状况 那01年的状况总资产负代是1600块 到了02年变成1670块 我们把02年减掉01年 很快就可以看到钱是从哪里来 用到哪里去 02年减掉01年 就可以得到资金的来源 通常资金有四种来源 要不然就是靠赚钱得来的 要不然就是靠借钱得来的 要不然就是像股东要钱的 要不然就是跟资产卖出去得到的现金 所以资金大概有这四种来源 那我们把这两个报告一加加减减之后 这个资金在这整年度增加了120块 这个120块里面 从短期借款增加了115 短期负代还了120 可是加加减减之后 得到了120块 这个钱从哪里来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120元 它用到哪里去 用途也有四大项 我们去换到了 就用资金来换流动的资产 或者还债 或者购买非流动的资产 或者是发放股利等等 这个钱呢 用到哪里去 我们看到用掉了现金增加了20元 用在现金上面 用在其他流动资金上面20块 以此类推刚好是120块 所以连续两年的财务状况一对起来 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资金从哪里来 以及资金用到哪里去 这个是所谓的资产负代表 可是资产负代表 我们也提到过 它只是在告诉我们某一个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 我们比较有兴趣的还是了解 你到底是怎么样去做这些生意的 这个时候就要用综合损益表来表达 综合损益表是在某一个特定期间 不是日期的 是一段期间内的营运的状况 这段期间里面 通常就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 那这个期间很奇怪 损益表不做生意 一毛都没有收入 不像资产负代表 那个资产摆在那边 一直延续下去 可是随意表示 没有做生意就没有收入 一有做生意就有支出 所以它是从零开始 营业收入减掉营业成本呢 就得到了毛利 营业的毛利 再减掉营业的费用 得到了营业的净利 营业净利再加上业外的收入 减掉业外的支出 就得到本期的税前净利 扣掉应付所得税 得到本期税后净利 除以流通在外的股本 就得到美股益 这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简单的水益表 就因为它简单 请大家把它背起来 这是传统的水益表 综合水益表 好不好 请不要忘记了 不好 一个不好的资产负债表 可是有一个漂亮的水益表 怎么样 至少有希望 假设它都是真实的 至少有希望 举例来讲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 用报表的概念来表达 我的健康检查表 都很标准 这叫做我的资产负债表 很好 可是呢 我每天 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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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食 然后呢 这个晚上不睡觉 熬夜 弄到雪子 一大堆的 我的水益表 很糟糕 明年我的资产负债表 搞不好就垮掉了 那我今天如果 资产负债表不好 又有高学 又有他们一大堆 什么一大堆的 只要没有致命的障害 我可以慢慢健康 饮食 运动 我那个水益表 一做起来我明天会好 这就是这个概念 资产负债表跟水益表 这样就搞清楚了吧 OK 水益表就是 本期水益等于收入减掉费用 加利益减掉损失 那我们看看 综合水益表的资讯功能 按照iFa编试的特性里面 iFa编试的特性 水益表变成两块 综合水益表变两块 一个叫本期净利 一个叫做其他综合水益 其他综合水益呢 跟本期净利无关 它不会影响到本期净利 它只是把以前 在权益表向下 未实现的 损益啊 在这边做一个 充分表达而已 那综合水益表 第二部分的其他综合水益啊 就是 未列入本期净利的项目 因为它基本上 还没有变成 还没有实现 这些未实现的包括了 被供出售 金融资产未实现评价的水益 或者国外营运的机构 财务爸爸换算的兑换的差额等等 这些数 这些中国字 都看得懂吧 会不会觉得很陌生 或者 绝傲 财管系的可能无所谓 气管系很多人看到这些念来念去 什么叫被供出售 金融资产未实现评价水益 这还算好念的国语哦 我还有更难念的 在那个那个里面更更辛苦的 可是你一定要练熟 你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你 我告诉你 你练得越熟 你越喜欢他 他就越喜欢你 到这一眼看出来 就什么性质的时候 你就成功了 这些东西 都是在全意向下面 没有实现的损益 但是我们在综合损益表 把它列入第二个 其他综合损益来做参考 来做参考 OK我们再看买卖业 买卖业销后收入 减掉销货成本 销货成本怎么算的 其出存货加上进货 得到可以供的出售的商品 再减掉其末存货 就得到毛利 就得到了销货成本 我们举例来说 一个7-11 它的其出 有5瓶可乐 本期进了100瓶 总共可以卖105瓶 其末去盘点 发现还有90瓶 本期的销货成本 卖掉15瓶 就这么简单 本期卖了90瓶 因为105减掉10瓶的期末存货 还有95瓶的销货成本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概念 把它背起来 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课程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我们看数据例子 销货收入是100万 销货成本里面 其出存货10万块 净了65万 所以总共有75万的可供出售的商品 其末透过盘点 发现了它的其末存货还有15万 所以75万减掉15万 它的销货成本是60万 我们这一期净货65万 不是销货成本 还要加其出减其末 所以销货成本是60万 这100万减60万得到40万 那40万再减掉一页 费用三页获得净利 10万块 这是买卖业 买卖业比较简单 制造业有一点复杂 但是长相很像 销货收入有150万 假设 它的销货成本里面 是把我们做好的制成品卖出去 所以我们的制成品 也有其出的制成品 其出制成品 就是上个期间做完 本期还没有卖出去的12万5 那本期陆陆续续做好的85万 加上12万5 总共这一个期间 可以卖的是97万5 那期末制成品还有多少 还有17万5 所以我们的销货成本 就是97万减到17万 是80万 这个80万里面呢 150万减掉 70万的毛利 减掉一页费用 这个55万 得到一页净利15万 问题在这边 它跟买卖业不一样 这是自己做的 这个制成品又怎么算出来 你自己做的怎么算出来 这个要算出来 就要开始看 按照制成品成本的金额 从这个生产成本的产品成本表里面去算 这会复杂一点 这个我们看看制造业的产品成本表里面 要做好一个产品 需要用到材料 人工跟制造费用 讲到材料 又有其出材料的 其末材料的调整 比方说公司里面 工厂里面 其出材料有7万块钱 本期进了39万 所以可用的材料是46万 其末呢 还剩下5万没用到 表示总共用了41万的材料 进入生产线中间 那直接人工用掉了6万 直接的制造的费用用掉了35万 所以总total总共有82万进到了生产线 我们进到了生产线还不知道有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都叫做债制品的成本 那债制品啊 既然有个债制品的概念 那上个期间 期末还没有做好 留在现在的有多少 上个期初的债制品就是上个期间的期末 到这个期间投入了9万块还没有做好的 所以82万加9万变成91万 本期所有正在做的债制品 那期末呢 还剩下6万 还剩下6万没有做好 就表示91万减6万了 就有85万了 已经做好变成制成品了 跑到前面那上面去了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成本计算的流程 那从这里面我们做个总结 成本计算五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从材料的耗用开始 算进货 期初加本期进料 减到期末就得到本期耗用的材料 有了耗用的材料 再加上人工跟制造费用 就可以得到投入生产的债制品 债制品 期初的债制品加本期投入 减到期末就得到本期制成品 那从期初的制成品加本期制成品 你再减到期末就得到本期的销货成本 有了销货成本 有了销货收入 就可以算出毛利 一年矿了下来 这个是做详细的解释 简单的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期初原料加本期进料 减到期末原料 耗用的原料 然后跟着制造的成本 跟着本期的制成品 跟着我们的制成品的销货成本 一路下来 这个是会计流程 那我们在这边管理会计也要对这个流程非常熟悉 我们可以从这个流程里面去抓问题点 耗用的原料合不合理 这个原料里面配合这些变成制造成本的标准合不合理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这个流程还是要知道的 跟着看第三个报表 叫做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 它这个很特别 三十年前的时候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现金流量表 当时还不是主要报表 它的重要性远远的低于 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 三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报表里面 大概就是现金流量表的重要性 已经越来越零价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上面了 简单还是回到我的身体健康的例子来看 我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资产负债表 很好的损益表 就是我有一个很健康的 这个身体健康检查的成绩 我也好像很注意我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有运动啊 健康的饮食啊 我的血液啊 突然一下停止流动了 我倒在地上 说死就死了 现金流量表 就是我们的血液的概念 时常发现 好的资产负债表 好的水益表 公司居然倒闭 这叫做黑字倒闭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没有现金 出现了现金缺口 请不要忘记了 做生意的人 出现了现金缺口 说倒就倒 因为你拿不出钱给别人 别人会怎么样 到公司来就开始搬东西了 可以搬到连那个用了十年的地毯 都把它挖起来带回去啊 能够折一点钱就算一点钱 一夜之间全部搞光 你没有办法阻挡这些债权人啊 给你拿拿东西 说倒就倒 我可以跟各位同学讲 所以现金流量表 就是来作为一个分析的工具 看看我们的现金 这个现金流在一些活动里面 到底是怎么的现象 那一般的企业活动 分为三大活动 营运的活动 投资的活动 跟融资的活动 大概就只有三个活动 其他没有了 所以在现金流量表里面 就是尝试在这三个活动里面 把每一个活动的这个期间 它的现金的净流量 到底流入还是流出 做一个整理 我一再强调不是计算了 做一个整理 因为现金流量表是一个很奇特的表 我们在做现金流量表计算的同时 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 我们这个期间的营运 就是我们的成绩单 我们的损益是怎么样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甚至在会计账上面 也清楚知道我们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有多少现金 就是资产负债表上 流动资产项目下面的现金 我们的现金流量吧 就是刚刚那位同学讲的 只是把从损益表里面的 本期的净利 换算整理出来 变成它的现金 跟我们流动资产上 现金那个去对比 所以基本上不是去算一个新的数字 而是在这两个数字中间 把三个活动的现金流量 做个整理而已 所以它是一个验证 损益表跟资产负债表的功能 那有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 有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以及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有流入或流出 流出就是减的 流入就是加的 加加减减 最后再把本期的现金呢 加起来就可以得到 最后的期末的现金 这个现金是放在资产负债表下面的 流动资产的现金 因为它已经可以让我们清楚了解 现金的状况 而防范于未然 不要让这个现金发生缺口 所以现金流量表 它的重要性 已经慢慢的开始凌驾到资产负债表跟选意表的上面了 公司的计算 同学就稍微参考看看 最后一个表是权益变动表 权益变动表呢 基本上就是把我们的股东权益向下面的变化做一个说明 这个变化里面 不外夫股东权益这四个字啊 所包含的内容 不外夫有主要的三个 股本 公积金 保留盈余 特别是保留盈余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 我们在水益表上的本期净利 这个钱要怎么去用 我们赚到了钱呢 这个钱呢 当然有很多种用途啊 一种是什么 放在公司里面不要用啊 下个期间还要努力的准备啊 这个也是有 所以它叫保留盈余 另外一种呢 很可能就是发给股东的鼓励啊 以免到时候股东不满意啊 就发多少剩下来的就在这里面呢 还要摆上来 所以整个股东权益在描述这些科目的变化而已 早期台湾的企业啊 就是股票分红啊 当时没有费用化的时候 是透过股东权益项下面去记录的 那个时候这个表很重要 可是现在股股东分红啊 就是那个所谓员工了 员工分红啊 员工分红已经费用化了 这个表重要性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OK 它的计算公司也比较复杂在这边 我们这边只是带过去 不再讨论怎么去计算了 在会计学里面啊 大一的时候 同学都已经受过这个煎熬 所以在这边就只要了解一下 回想一下把它的资讯功能要注意一下 而我们刚刚讲的权益变动表的资讯功能 就是表达公司前后两个会计间的股本 公积金保留盈余的科目的项目变化情形 它也是连结水益表跟资产负代表的这个功能 是一个动态的表 我们都知道了以后啊 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四个报表 从水益表开始 这是资产负代表开始做个连结 如果这个可以连结起来 那整个的这个四个大事大报表的关系就清楚了 OK 这边请同学看一下 到了期末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资产负代表 水益表跟权益变动表的一部分 这个权益表综合水益表已经全部算出来了 本期的净利比方说是28万 资产负代表啊 也算出来现金是131万 应收账款30万 办公设备8万 所以整个的总资产是169万 这边呢 负债也有51万 股东权益啊还不晓得 因为这边算出来 最后才会放到股东权益 那现金流量表呢 没有也没关系 反正该走的资料都有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 采管系的同学有哪一些 两位三位 OK 好那就问一下 这个谢佩颖同学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我刚才讲的没有讲错 没有错 OK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了 怎么去连结 先从综合水益表 本期净利开始 兵分二路啊 第一路呢 先去算 整理啦 整理现金流量表 从现金流量表 这个28万 我们这边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直接法 一个间接法 我们用间接法来去算 比较 我个人比较偏好 间接法 因为它从净利可以推到 现金余额 那一算出来以后算到了一百三十一万 这个一百三十一万算出来 如果跟这个不一样 要不然就是这个错 要不然就是这个错 一定有一个错 所以我们要调整 算了一样就收一口气 这一题分数拿到了 至少已经算出来了 一样了 OK另外一路呢 二十八万呢 兵分第二路啊 就要看股东权益怎么样 它摆下来 有没有留下来 有 可是也发了十万块走 所以还有十八万留下来 加上原来的一百万 就变成一百一十八万 这边有个负债 少一个股东权益 可是全数的一百六十九万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一百八十万呢 摆进来 最后还是要变成一百六十九万 如果这一百六十九万算出来不是一百六十九 跟它不一样 要不然就是这边错 这边错很可能这边错 要不然就是这边错 诶 算了居然都一样 很巧吧 四个报表就结合在一起了 而且看到这个报表 请问一下 容不容易做假账 容不容易做假账 好像不太容易哦 为什么 牵一法动全身 大家知道吧 牵一法动全身 能够把这个四个报表都凑得拢的 凑得拢的 那都是很高干的 那当然了 有很多做假的可能 比方说比较低class的 就是用假发票啊 假的进出口的这个冲胀啊 比较高class的 就是在灰色地带调整 叫做窗室调整 调来调去调的一模一样 没有犯到明显的法律 这个但是有高class的要这样做的话 它的成本费用也一定很昂贵 不一定是老板请得起的 所以请各位同学看 要做到这个报表做假 其实要做到漂亮的 不太容易抓得到的假 其实不容易 假设丢出一个问题 都做完了 这个会计部门 大家都说哎呀 松了一口气 总算把报表编完了 可以 突然有一位小姐发现 糟糕了 有一笔账没有寄进去 公司用现金买了一台机器 十万块 每年折旧一万块 这笔账忘记寄了 怎么办 公司买了一台机器设备 用现金买了十万块 而每年折旧一万块 这个年度刚好用了一年 所以要有一万块的折旧 要有十万块的现金出去 要有一个十万块的资产 要有一个折旧 怎么算 这是随便一个case 或者另外一个case 发现了 现金鼓励发放十万块 发错了 应该发十五万 那要怎么去调整 这个就容易了 刚刚讲那个比较困难 或者说是房东 我们的租金是付给房东的 那个房东的租金 两万块忘记付了 怎么办 我忘记记录了 现金付了两万块 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调整 调整完了以后 也是发现整个都变动 而且到最后还是平衡 如果不能平衡 这边就表示有问题 有问题要去找 OK 所以这边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四个报表 整合起来的一个资产负代表 报表与管理的关系了 我们就提到了 刚刚前面提到的 所有的报表 凡是凡走过必留痕迹 所以它是有个车率运作轨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虽然年代久远 1960年代 IBM他就找了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 替他主持了IBM学院 这个学院里面呢 这个Mobili就是哈佛大学教授 上了很多的课程给这些高阶主管 其中有一个课程很重要 这个课程它设计了一个叫做Mobili Matrix 这个矩阵图 这个矩阵有点像我们刚刚那个四个图形的概念 他会把所有的四个状况 四个报表的状况分别把数字列出来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 哎呀忘记记录了一笔机器 这个折旧是多少 现金多少钱买的 那考试的时候 下面那些高阶主管 就必须把这个案子 从那个原先的Matrix 算到新的Matrix 它丢什么状况就要去计算 这个叫做高阶主管的训练 透过训练快速让公司了解 财务与余运的关系 如果这一门课没有及格 回到了IBM 不要再想升官 所以你看那个国际大企业 它对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跟训练 是怎么样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产品流程 成本流程与会计流程的概念 产品流程就是指产品的材料人工 什么投入 到了各产品的部门的生产 产出到销售部门的销售 这个流程里面 当然对管理会计而言 它要需要知道 这些所有的标准在哪里 所有的控制的机制在哪里 但是要知道这个 对于所谓的生产成本的流程 跟会计作业的流程 多多少少也要知道 因为每一个环节 都有对应的一个账在计算 OK 从这边 可以了解到整个的管理会计 在报表的基础之下 我们虽然不做会计的借贷跟分路 但是我们要对企业营运的流程 成本的计算跟经营的体质 还是要有很详细的分析 会计流程的功能除了成本计算之外 最重要就是从那个流程里面 还要做到绩效的衡量 跟控制的要求 OK 到这边为止有什么疑问没有 好 没有疑问 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再继续 那下礼拜的那个讲义 会在这个礼拜把它PO到网大上去 董恩恩 许伯涵 康星灵 柯亦贤 吴定嘉 许恒安 游应清 欧廷佑 这个洪香茹 陈淑涵 胡叶玲 方丽 刘超明 杜新如 欧俊良 姚元伟 谢佩颖 王香奇 郭真文 黄家琪 陈冠宇 蔡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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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如 黄宜嘉 侯一芳 张又轩 图玉英 阮氏林芝 蔡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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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ons 刘言邻 陈宇安 周智云 周晓 唐希玲 周湘 aur meta White Book 陈宇安 周晓 valores 郭嘉宾 周光绘 何又轩 监老虎色小 din 這兩個位置有對調啊 張浩 林家榮 黃雲 汪怡婷 蔡孟馨 葛佳穎 吳永涵 吳吳永和 和在一起的和 OK 洪家 洪家英 王佩甄 王伯雅 OK 這個名單 大概在這邊有一些同學名字不在上面的也不用 急啊等一下下課的時候可以把他名字再補上來 好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我們今天的單元就延續的上一次的課程了 來開始談 管理會計的設計的方法 好這個 上個禮拜 針對 針對的上一個單元 針對了我們的 所謂的 會計 管理會計 財務會計 跟 成本會計之間的 不同 做了說明 同時也特別強調 作為資訊的工具 會計啊 特別是管理會計的資訊工具 資訊的分類 等等做了說明 那我們現在會問的一個問題 我們如何利用這些管理會計的資訊 來做管理 因此我們會針對管理的資訊需求 設計不同的管理會計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設計啊 我們在這個檔案上面可以看到 它其實 它其實也是一個管理會計發展的歷史 我們嚴格來說 它是一個管理會計發展的歷史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針對管理會計設計啊 它必須要滿足 內部管理者的需求 那內部管理者有哪一些需求 可以從這個圖表裡面 可以看到 不管是從 產品的設計研發 流程的研究 製造的資訊 配送 行銷 外部客戶到 策略規劃 所有的這個環節 在在都需要 會計的資訊 特別是需要管理會計的資訊 而 Honger 這一個美國的 會計學者也提到過了 認為 管理會計 其實它唯一的產品 就是來提供管理所做的資訊 那公司 本身的管理者 就是這個資訊的消費者 話雖然如此 但是針對不同的管理的需求 這些怎麼去設計 管理會計的技巧 跟方法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設計的方法裡面 其實是扣在管理會計 整個發展的歷史 首先看到的 第一個 設計管理會計的方法 我們在這邊稱之為 歷史 歷史溝通法 歷史溝通法 它基礎是用歷史的成本為主 我們又稱之為絕對真實法 歷史成本是已經發生的成本 利用已經發生的成本 來做管理的資訊 這個 有很久很久的歷史 如果我們有讀過高中歷史的話 大概會讀到工業革命這個概念 工業革命在17世紀 就開始的 從瓦特發明的蒸汽機開始 其實瓦特最早 是看到那個燒熱水的時候 那個蓋子 那個熱水 也發現蒸汽是有力量的 如何把這個蒸汽的力量 轉換成一個動能 所以他就發明了蒸汽機 但是這個蒸汽機一發明之後 可以用在很多的上面 可以用在火車 可以用在輪船 等等之類的 這個動能很強大 那這樣子的一個發明設計 就開始 會有所謂的 工業發展了 所謂的工業跟 17世紀以前的 農業實在是開始完全不同 這個所謂的工業就是要有 開始有工廠 要有機器設備 要有大量的員工 所以我們稱之為工業革命 是我們人類 現代器物文明的源頭 透過這個科技 然後讓工業 這個發展越來越快速 在當時 在當時這個工業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 大概在我所謂的每一個國家 指的是歐洲的 老台的 主導工業發展的那些國家 包括了英國 法國 荷蘭 德國 義大利等等 這些國家 從科技的流通裡面 很快的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一些工業產生 專門做火車的 專門做蒸汽輪船的 等等之類的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發展叫做做軍火的 槍炮的等等 那這些工業的發展 大概每一個國家就這麼一兩家 這一兩家工業呢 它生產的東西是讓自己的國家是夠用的 所以我們嚴格來說 競爭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激烈 而且透過這個本國自己的市場 他都可以順利的賣出去的時候 我們作為管理者 需要什麼 大家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們設身處理 回到了那個200年以前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 工業的 一個工廠的一個廠長 我最希望知道的是什麼 我最希望知道的是 我的成本有多少 我花費了多少的成本支出 因為我的銷售 通常沒有太大的問題 做了一個蒸汽機 做了一個蒸汽輪船 大家都可以順利的賣得出去 所以我的重點擺在我的歷史成本上面 這就是所謂的歷史成本溝通法 在我計算我的成本的時候 我某種程度是有把握的 因為所有的成本費用都從我的手上流出去 我比較沒有把握的就是 我這個生產的流程 是用什麼流程 我是不是用一個叫做 步驟 部門 每一個部門做好 轉給下一個部門 再轉給下一個部門的 這種的計算呢 還是用一個批次的概念 比方說一個訂單要訂三條船 我在三條船 就是一個批次 要在這個期間 交出去 還是用哪一種方式 所以在歷史成本法的管理要求下面 會依照生產的流程發展出分批成本跟分佈成本制度 而這個分批或分佈成本的制度裡面呢 重點還是擺在 還是擺在 所謂的歷史實際成本的計算 這個也不要忘記啊 大概到了19世紀的時候 競爭就開始越來越激烈了 那個年代裡面呢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比方說英國 老牌的工業 國家 就是工業革命 發源地 這個工業國家 他發明了蒸汽機 從蒸汽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就有延伸出來有 蒸汽汽船 或者開始發展了鐵路 又蒸汽火車 這個時候呢 這個 他的這個國家內呢 一直在蓋鐵路 一直在造輪船 那一段時間之後啊 當 英國國內的鐵路也都蓋得差不多 輪船大概要買的都買完了怎麼辦 就開始要賣給國外的人了 那剛開始賣的時候 可能還 還不夠 還希望什麼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裡面呢 非洲啊也好 亞洲也好 很多地方呢 開始有很多的自然資源 因此這些老牌的工業國家 利用他的科技發展出來的 開始往世界各國呢 開始去跑 去 講難聽點啦 就開始去 做殖民 別人國家的那種動作 所以18世紀 19世紀啊 就已經延伸出來的殖民地主義啊 所謂的帝國霸權啊 海權等等 就從國內的競爭 變成了國際的競爭 而這個國際競爭啊 還伴隨著國家的力量 所以當時啊 是軍隊陪著商人啊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變數啊 就是所謂的宗教 從歐洲開始往全世界發展 這個過程裡面呢 當然就開始有了競爭了 到了19世紀的時候 這個競爭之下 除了自己國家裡面的生產 要賣到國際上的時候 開始就要進行更高階的管理 你光是用 實際發生的成本來計算它 已經不夠了 還希望在這個競爭過程裡面 我的火車能夠賣得比別人更好 更便宜 這個時候就會發展到下一步的 這個管理的技術 這個下一步的管理技術叫做 使用人決策模式 使用人決策模式裡面 每一個使用者管理者 他都開始希望能夠進行 有效的管理 而這個有效的管理啊 我們最 想的方式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設計一個基準 OK 各位同學 這個基準的要求 是我們開始進行管理的第一步 我們想想看 今天假設了 我一開始 創業 就算是今天不要談到什麼100年前 什麼工業革命 就算今天 我如果湊之100萬 開一個小餐廳 我一開餐廳的時候 我大概用三個人就好 這個時候 有沒有什麼管理的要求 搞不好還沒有咧 我只要有客人上來 餐廳能夠營運下去 活得下去 大概是第一步的啦 可是慢慢慢慢的 假設這個餐廳啊 生意慢慢穩定了 那客人越來越多 這個時候呢 我三個人啦 可能不夠應付 我可能會用到 五個 七個 甚至到 十個人 這個十個人的時候 就開始各有各的 職掌 廚房的 餐廳的 採購的 等等 這個時候 可能開始想 是不是需要 一些管理 需要管理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 員工要管理 我怎麼告訴 員工 那最想 最最基本的就是 我想要用一個標準 來告訴員工 就不會讓員工 覺得每天都在變 而這個標準的概念呢 就是這個所謂的 標準成本的概念啦 那在標準成本是 19世紀末 20世紀初的一個運動 我們稱為叫做 科學管理的運動 那個時候啊 工業革命也慢慢的成熟 那科技的文明呢 已經漸漸的開始 正式的發展 對於科學技術啊 民眾已經開始不會 排斥 不會覺得恐懼 不像那個 17世紀18世紀 剛開始的時候啊 這個科技還不是很清楚 到了20世紀初期 19世紀末期 20世紀初期的時候 科技的文明慢慢清楚了 管理啊 就開始需要標準了 這個標準 容不容易定 同學 想想看 容不容易定 其實啊 這個馬克思寫的資本論 一直很好奇 這裡面寫什麼 因為經濟學 裡面來講 馬克思的 資本論也是一個 經濟學的重要的一支 可是在當年台灣 這個 氣候環境之下 認為那個是不能看的 很有興趣 結果去看的時候呢 發現了在18世紀初期啊 這個馬克思啊 曾經受了國會的委託 針對當時的工廠製造業 做了一系列的調查 當時的標準 是什麼標準 就是 12個小時 一個班次 就是他那個工作的輪班 是12小時一個班次 白天12小時 晚上12個小時 而且是24小時運作 更可怕的就是 他這個12小時一個班次之下 平均 他去調查的 紡織業的工廠啊 平均工廠員工的年齡啊 其實不到20歲 只有12 13歲還是14歲 13歲14歲的小孩子 去工廠工作 所以那個資本家 他準備的宿舍 其實 很夠用 比方說 我有一百個工人 我只要準備 50個床位就好 因為總有一半人在工作 一半人在睡覺 所以我不需要準備 100個床位 而那個 馬克思就說 他的調查記錄裡面說 每一張床 從來沒有冷過 就是一直都有人在睡覺 這一班被 叫起來 去上工 下一班的人就準備要進行睡 摸那個床鋪還是溫的 為什麼會找那麼年紀輕的工人呢 因為 便宜 越年紀越小 越便宜 找到年紀大的 跟你囉囉嗦說不好管理 而且還很貴 所以在18世紀的時候 英國的 很原始的 紡織工廠裡面的 員工 平均年齡不到15歲 每一個工人的 平均壽命不到20歲 一個生病就死掉一堆人 所以很殘忍的 可是那個是 那個時代的標準 請不要忘記了 如果活在那個時代 沒有人認為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說什麼叫標準 就算到了19世紀末 20世紀初 我們光談 剛剛講的工作時間 那時間的標準 從什麼時候開始確定呢 是不是從500年前 1000年前 古代的人類就有時間的標準 同學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100年以前 美國隔20公里的小鎮 就有三個不同的時間 每個小鎮都認為自己的是標準的 所以我在這邊看到的是 比方說中午12點 搞不好隔壁那個小鎮 才不過隔了幾公里外呢 還叫做11點 因為時間的標準居然可以用 鎮裡面的居民投票決定的 還沒有完全統一的標準 所以說什麼叫標準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我們今天已經人類啊 走到今天已經大概都經過非常多的磨練了 大概和磨合啊 大概慢慢的定出了大家 就是說全世界人類到現在為止 都接受的時間的標準了 這也不過才最近這 七八十年來才有的事情 OK 但是在當時 當時就是 1900年的時候 有一群 工程師 美國的工程師 非常在意的 想要建立起所謂的管理的標準 這一群工程師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工廠裡面的 機械製造啊 設計啊 等等這些 物理的 化學的 機械的 這些工程師 他非常執著要建立所謂的管理標準 而這個執著要建立管理標準 我們後來稱之為叫做科學管理的浪潮 而科學管理之父啊 這個泰勒先生啊 今天我們還 還在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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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他的一些資料 認為他 從他開始 我們才有所謂的標準 這個科學管理的浪潮裡面 所謂進行科學管理的 第一要務 就是 確定標準 做一個動作的標準 是多少 一個機器 投材料進去 產出來 他的耗料的標準 是多少 全部都是在這個 標準成本的概念下 設計出來的 而這個標準呢 還不像今天那麼成熟 所以他扣在使用人的決策 模式上面 這個使用人的決策裡面 他也許是在 做蒸汽機 那個使用人的決策 也許是在做 發電機 所以不同的情況之下 他有不同的標準的概念 但是總而言之 都要設定標準 那設定標準之後 就會要跟 實際的來做比較 好 設計標準完了以後 就會有實際的 我設定標準 做這個工作 需要多少時間 那實際發生的 跟我的標準一比較 就有差異 這個差異呢 就可以進行管理跟控制了 到今天為止啊 這個制度啊 這個發明的辦法 到今天依然都還在用啊 我們剛剛講的 管理會計設計的方法 並不是說那個 200年前的 這個200年前的這個 歷史溝通法 現在不用了 對不起啊 這個歷史溝通法 到今天都依然 是我們做 報表的基準 還是一樣的 為了要做 可以性的報表 我們是以歷史的成本呢 為基礎 只有在 今年開始 稍微調整 但是 這個 這個原則 還是沒變 到了使用人 決策的時候 就開始拿出 所謂的 標準成本 為了要把 成本 跟標準 結合 對成本 開始進行的 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分析 在這個分析後面發現了 有差異的成本 有機會的成本 有沉默的成本 這些概念 而這些概念都可以幫助管理者進行 不同的決策 這是第二個發展的 設計的方法 那一直到了什麼時候 到了第3個階段的時候 開始是資訊評估法 第3個階段 管理的 重點 大概就是在 1930年到 1950年代 什麼叫資訊評估法 從 20世紀開始 這個企業的發展 從 簡單的 大量的 單純的製造環境開始慢慢開始複雜 那 市場也從 單一的市場 越來越複雜到國際的市場 這個時候 管理的資訊 越來越龐大 那個時候也沒電腦 要看人力啊 來抄寫 來計算 那個光是抄寫計算了 就非常的繁瑣 而且這個 還得不到管理的情報 一些 數學很強的人呢 他開始設計 利用 計量的模式 計量就是數學 方程式的概念 利用 計量的模式 設計 設計出一系列的管理方式 讓 資訊的成本 降低 管理的效用 增加 而這些方法裡面有 所謂的 Break 快速地找到最適當的解答 這個大概是這個 這個意思 其實 也 不要忘記了 這個 那個時候 我們的發展裡面 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 有兩次的世界大戰 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這個世界大戰是殘忍的 特別是在20世紀以後 因為 經過科技文明之後啊 技術 科技技術發展之後啊 這個 殺人的武器也越來越強大 所以在 這個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死傷無數 很快地又來 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在打仗的時候啊 我們在打仗的時候 我們 跟 敵對的國家 拼的不只是所謂的 武器 還有什麼 拼的什麼 將士的士氣啊 那些都是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拼的是 我們在這個整個 部隊調度的後勤之遠的 管理能力 那這個管理能力 我們現在談到的這個 資訊的評估法裡面呢 最早期的時候 是拿破崙啊 去打 這個歐洲戰爭的時候 他那個拿破崙在戰爭的時候 他用了法國最有名的 就叫法國科學 國家科學院 這些科學家 要替他設計最好的 叫做運銷的方程式 讓他這個軍隊 法國的軍隊在歐洲 縱橫一直從巴黎打到 摩斯科的時候 也要有一個 最有效率的運輸方法 而不要讓這個補給線啊 拉長了以後 變得沒有效率 所以在 18世紀的時候 其實在法國 就已經發展出了 我們叫 Logistic的 那種的模型 這種模型啊 一直到今天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個並不是 商業發展 是戰爭行為發展出來的 當然那個 拿破崙還 除了要打這個仗 還有很多的發明 比方說我們今天吃的 所謂的植物油 也是當時為了要打仗發明的 因為動物性的 油啊 動物油 是很容易就壞掉 不容易 所以拿破崙命令要找那種 可以替代的 而且可以放半年 不會壞的 植物油就是那時候發展出來的 那這個戰爭 這個在當年也許還不是那麼嚴格 而且既然拿破崙有那麼好的科學管理的工具 後勤資源的工具 為什麼還會輸啊 因為他輸的不是戰爭啊 不是蘇聯的兵力 他輸的是給 蘇聯的天氣打敗 這同樣的錯誤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的時代 從樣再犯一次 希特勒更狠 他選擇同樣的一天 跟 拿破崙同樣的一天 進攻蘇聯 他認為 經過的150年以後啊 這個德國人的技術科技更厲害 所以應該更沒有問題 結果到後來還是被蘇聯的天氣打敗 這個 美國的軍隊更有趣了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所有的部隊 都有一個評比 就是績效評比的管理的要求 他們的那個 這個後勤的總部啊 會對每個兵種 每一個部隊 都做分析 你花了國家多少錢 你的效益在哪邊 而全美國的軍種 績效最好的一個 就是 是陸軍的親航空隊 陸軍也有航空隊 他不是重航空隊 他不是搞 重轟炸機呀 什麼之類 他親航空隊 是做偵測的 做偵查的 做情報收集的 這個陸軍親航空隊 績效是全美國的軍種 第一名的 由一個上校 帶領了一群 大學 沒有畢業 剛畢業的年輕人 組成的 這個美國在戰爭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 也是會 投筆從容 而他所找到的這一批人 都是美國的名校 很有名的學校裡面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用了大量的這種 伎量模式的方法 來替親航空隊 從後勤資源補給 到前線作戰的資源為止 做了非常多的分析 讓親航空隊的飛機 碰到了敵人的炮火 受到傷害的時候 在最快的時間 能夠補給到所有的 包括材料 原料等等 甚至包括人員的補充 再快速的回到戰場上 所以他拿到了全美國軍種 最 有效率的管理的 第一名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 計量模式 決策方法 還不是這樣子發展的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開始又要重新開始恢復 這個企業的 這個 運作 美國在戰爭之前 就是20世紀初期有一個 汽車公司叫 福特汽車 是由老福特 來發明的 老福特最大的貢獻 就是把生產線的概念 引入了汽車產業 而讓 老福特的理想 就是說 做 汽車生產的 工人 如果買不起 汽車 就沒有資格談 汽車產業的老闆 他要讓每一個汽車工人 都買得起 所以他要把成本降低 所以設計的 梯形 就是梯 那種黑色 黑頭車 梯字形的那種 架構 骨架做出來的 重點就是用生產線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創新的生產管理的方式 讓福特汽車 快速的成長 變成全美國 曾經是 最大的汽車工廠 但是等到戰爭結束之後啊 第二代的小福特 福特二世啊 來接手的時候 開始遇到了很多困難 因為當時消費者 對於只有單一 單調的那種汽車 開始不滿足 希望有一些花樣 而福特汽車 在這個 希望有花樣的前提之下 沒有對應上 沒有跟得上 所以汽車銷售越來越困難 這個小福特 就動起了一個腦筋 他去 軍隊裡面 找在 二次世界大戰裡面 效率最好的那個軍種啊 去找那個人 他就找到了這個 清航隊的上校 這個隊長 他說你特別來 我可以重金聘請你來 我福特公司工作 來幫我呢整頓 這個上校斷然拒絕了 他說要找我 我就必須把我的團隊 一起帶過去 我一個人 我不會過去 因為是團隊的努力 那個福特二次也 就是打印了說沒問題 你就把你的這個團隊帶過來 所以這個團隊 剛好十個人 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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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長的帶領之下 全部投入了福特汽車 快速在一兩年內就把福特汽車的虧損打平 開始獲利 因為他們的手法用得非常的先進 全部都是用所謂的計量模式 你的從最簡單的材料開始 一路到生產過程的績效的考核到產品銷售這一端 我全部用模型幫你先射算 然後再進行管理 所以快速的把所有的缺點可以找得出來 所以成本進下去了 品質拉起來了 設計研發的這個能量變大了 產品越來越豐富了 所以快速的就把福特汽車又救起來 這是一個在汽車 美國汽車產業上很有名的故事 很有名的歷史 而那十個人後來都被汽車產業 內的專家 暱稱為叫做聰明的十個小子 那個時候叫做聰明的十個小子 這個後來全部都做了 美國不同汽車產業裡面的總裁 執行長等等 只有一個最差的做到副總裁 全部都輪番做過 最厲害的一個還是在甘乃迪時代 做了甘乃迪時代的國防部長 借助他們管理的長才 就因為在福特汽車的這個經驗 讓美國的企業界發現了 資訊龐大的時候 原來可以透過計量模式的概念 快速的設計非常多管理 會計的工具 有效的進行管理 雖然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 但是 已經透過 數量模型 已經可以讓繁瑣的資訊的收集工作 快速的得到管理的資訊了 這是第三個資訊評估法 那一路到了 1950年到60年的時候啊 這個我們現在講的這個管理 國際化集團化 龐大 這個開始龐大 越來越龐大的時候啊 就會 失控 這個時候企業主啊 就開始在找另外一個新的管理 會計的辦法 主要是要針對 全世界佈局 集團化的企業 或者說是這個國際化的企業 如何進行管理 這個時候呢 經濟代理人理論 組織會計法慢慢興起 管理會計的 專家就設計了責任會計 轉播計價 預算彈性跟 預算控制等等的工具 來替集團企業 國際企業進行更高深的管理的技巧 那一路到了90年代 1990年代 從這個50年代到90年代 世界的經濟發展也起了一些變化 在世界的市場上面 如果要講究 高等的品質 優良的工藝技巧的話 德國的產品慢慢勝過了 美國的產品 如果要講究所謂的 高的品質 但是有很 廉價的競爭的成本的價格的時候 日本的產品出現了 所以美國的產品不上不下 夾雜在德國跟日本產品的夾殺之下 到了去 上個年 上個世紀的1980年代 美國的競爭力慢慢喪失 到了90年代的時候啊 這個美國的學者開始反思 設計出了一些管理的 會計的工具 來應付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當時 設計出來的就叫做策略管理 會計法 來針對德國跟日本產品的夾殺 希望能夠改善美國的競爭力 首先出來的是ABC跟ABM 這個ABC就是 在彌補美國在生產線上 計算管理的不足 利用作業的概念 變成作業基礎的成本質的概念 那從作業基礎的成本質到作業基礎的管理 跟著延伸出去又一連串的管理 技巧的制度發展出來了 不過從這個地方開始我們就發現 另外一個重要的分類點出來了 就是那個 轉類點出來了 到1990年代之前 1990年代之前 重視的是工廠的管理 我只要把這個產品從工廠做好 我就一定賣得出去 可是90年代以後啊 你工廠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產品過於昂貴的話 你照樣失敗 這個時候呢 從工廠管理的邏輯慢慢轉到了市場管理的邏輯了 就是工廠不再是那麼重要 而是市場越來越重要 所以在管理會計的設計上面呢 我們從這個分水點之前 都還是從工廠管理的邏輯在設計管理會計 可是從這個分水分類點之後 我們開始從市場的角度 也要開始替 企業設計管理會計的工具 而在市場的角度裡面我們可以看出來 有一系列的管理會計的方法開始發展 包括了生命週期會計制度 目標成本會計法 平衡計分卡 價值管理 付加價值的管理跟分析 經濟付加價值的管理付加價值的等等 這些都是在 21世紀的初期啊 越來越重視 不過我這邊用紅色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個管理啊 還有它的一些困難點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生命週期成本制 生命週期成本制的重點就是當一個產品 在研發那一刹那 那個idea 那個研發的概念出現的時候 它其實就已經在開始耗費我們的成本 把產品 研發 設計 做的樣本 樣品 都做完了 可以大量的開始進入市場來銷售 一開始可能很困難的銷售 然後進入了 從進入期到了成長期 被消費者接受到最後生命結束 這個產品呢 離開市場為止 我們先要做這樣子的一個預測 叫做生命週期 產品的生命週期 都預測完了以後 每一個階段的成本 都要把它記錄 以及 開始進入市場銷售之後 每一個階段的銷售都要記錄 這樣子的話 這個 這個整個的成本跟收益啊 才算完美 才算完整 所以成本 生命週期的這個成本管理啊 就期待 能夠找到一個最合理的 成本的計算方式 跟管理的方法 我光這樣講 同學大概就會發現 好像不太容易 因為 我要預測 準確預測出 那個生命週期的走向 還包含了 每一個生命週期階段的銷售的狀況的話 搞不好 中樂透的頭獎都比這個預測的準確度的機率要來得高 因為太多變數在影響了 所以我們發現了 從市場面 來做的這種分析的這種方法 理論上 是很好的 但是市場的變化太複雜 所以實際上 操作的時候會有些困擾 而不像前面的這種發展 前面的發展到今天 每一項的發展 我們都還在用 可是後面這一些 有很多的發展 只是存在 學術研究的 Paper裡面 還沒有辦法直接進入 實務上的操作 勉強來說 平衡基本卡 算是比較 會被企業用到的 但是它的普及程度 也非常低 就是因為 市場導向的 管理的這種工具 還是有它的困難 OK 那我們再看管理資訊系統 是不是只能用在製造業 對其他的性質的組織 包括服務業 非營利企業 甚至是公家單位 也可不可以用 如果我今天說 管理會計 只能用在製造業 其他的行業 很抱歉 可能要讀 服務業的管理會計 公家機構的管理會計 或者 非營利組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管理會計 這門課停掉了 沒有太大的意義 基本上 管理會計 它可以支援所有的行業 只不過 服務業 我們要注意一下 它的分類本身就困難 我們通常會講製造業 非製造業 這是比較取巧的方法 但是真的講到服務業的時候 也要小心翼翼 有些服務業的 類別啊 已經獨立出來 而且非常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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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成熟了 像是金融業 像是物流業 像是百貨業 等等 這些產業本身 都已經非常的成熟 也可以獨立起來 那我們廣泛的 還是稱為服務業 或者另外一種行業 叫做什麼 會計師 律師 顧問師 或者美法 維修 這一些 比較偏向中小型的 就會 就會稱他們是典型的服務業 大概有這種分類 不管是已經很成熟的服務業 還是典型的服務業啊 他們基本上 大概都有一些共通性 比方說 績效 怎麼衡量 產品 怎麼定價 如何設計管理控制的制度 啊 我們可以看到 什麼叫製造業 再講一遍 製造業就是所有的原材物料 進來 我們都經過了 把它改變 它的樣子 變成一個產品出去 如果 東西進來 不改變 直接出去的 我們叫做流通業 百貨業 等等 提供通路的 但是像這種呢 這個還好 還有一個看到的 有些是看不到的 像 會計師業 像這個 這個美髮業 美髮業看得到嗎 他的產品 有看得到 長頭髮變短頭髮 直頭髮變卷頭髮 可是問題 他的產品就是 這產品還是我的頭髮 不是你的呢 他只是提供他的專業的技術跟服務 所以這個時候 怎麼去衡量他的績效 怎麼去定價他的產品 如何設計這個管理的控制機制 是困難的 但是有一個行業比較例外 餐飲業 我還是要強調餐飲業 他的input是菜呀 米呀什麼的 他的output呢 已經變掉了呢 已經變成一盤一盤的菜 為什麼他叫服務業 他不是製造業 我們說服務業是不能夠改變他的形狀的 只有餐飲業例外 因為他的產品雖然改變了 不過他有非常敏感的時效性 而且是一對一的服務 如果這個菜點錯了 客人不要 這個菜拿回去搞不好就 就不能用了 但如果我的菜 我的菜可以保存 可以保存 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這個這個 存貨的概念可以保存在賣的時候 我已經是製造業 我那個時候就不叫做餐飲業 我叫做食品業 食品業是可以把這個 食物保存 然後可以賣的 所以餐飲業就是因為 一對一的服務特性 還必須要留在服務業裡面 OK那我們再看 怎麼樣去替服務業來設計管理 會計的機制 或者方法 就先看看他們的 一同 相同的地方 基本上 所有的會計作業 所有的流程 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策略都一樣 一個會計師事務所的策略 跟一個製造業的策略 在原則 原理上 都有共通性 他們的不同 是在於他們的供需系統 生產系統 成本結構 產品特性 跟社會服務 我們透過這些 不同的地方 切入去設計一些 管理的機制 就可以 替服務業 也進行管理 會計的工具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預算 在定價 在機銷衡量裡面 就有針對服務業 特別另批一些專章 來討論他的 除此之外 大概服務業 所有服務業的特性 我們透過 製造業的技巧 轉換過去 替服務業 設計管理機制 是不困難的 那有哪些 管理會計的工具 可以利用 以及這些工具 與他所謂的管理活動的成績 有什麼關係 那作為這個管理會計的工具 它的有效性 如何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等下上課再來討論 我們在這個剛剛講的時候 有提到了 就是管理 會計工具的設計 跟管理會計的應用 我們會想問一個問題 這些管理會計的工具 設計是給誰在用的 給誰在用的 那我們就要牽扯到 這個管理呀 它的活動的成績 是怎麼樣的安排 管理活動的成績 這個在大學 一年級的管理概論裡面 會提到 所以管理活動的成績 有三個主要的成績 最高的所謂的 策略規劃成績 策略規劃成績 換句話說就是老闆 或者是權力核心的團隊 而這個成績呢 他們所規劃的呢 叫做策略 他們替公司想的都是 長久的方案 如何做多角化 如何做國際化 如何讓產品的研發 可以找到更新的產品 更好的這個市場等等 這些所謂的策略規劃的成績呀 他有一個 idea有一個方案出來以後 然後會交給了 經營團隊 就是經理成績 來把這個方案 變成了方向 這個 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變成了具體的方案 有了具體的方案之後呢 又被 老闆決定了之後呢 就開始由 所謂的基層幹部啊 率領的員工 開始 按部就班來執行 那個時候叫做 工作控制的成績了 這位同學門關一下 遙 原委 對 後面也有同學進來 OK 所以我們會看到 管理會計呀 在不同的管理的成績下面 是不是可以設計 不同的管理會計的工具 來讓 這個管理者使用 我們就會把管理會計與企業活動來做結合 我們先看這個簡單的圖 這個簡單的圖裡面啊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 橫的部分啊 管理活動的三個層級 策略規劃 管理控制跟 工作控制 左邊 重的這一列啊 就是管理會計的工具 這個工具裡面 第一個叫做成本 習性分析 我們下一個章節就會討論到 那服務部門的費用分攤 或者說是 產品成本的計算 或者設計的標準成本 甚至利用 變動成本管理等等 這一些 都是管理會計的工具 那這些工具 哪一些層級要用到 我們做了這樣子的一個矩陣圖的表 可以看到這個打勾的 打勾的地方 比方說成本習性分析 就是把這個成本啊 去做一個分析 這個分析的工作 不可能是高級的主管老闆在做 應該是中階的經營團隊 做出來分析交給了 基層的工作控制來執行 所以我們會畫兩個勾 那畫這邊有一個括號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產品成本的計算 這邊有個括號的意思說 它可以是 中階幹部也要參與 或者這個管理成本的計算 早就成熟了 就直接交給基層的幹部來做 或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看到變動成本制度 居然畫到三個層級 一個變動成本 它不是一個 一般使用的成本制度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特殊成本制度 而這個成本制度公司裡面 如果要做的話 必須要從外面 找專業的顧問 這個時候很可能 策略規劃的層級 老闆會出面 因為他需要有額外的花費 請外面的專家 更甚的是 說不定整個企業的文化都會改變 所以有可能 高層會來插入 但是這個成本制度 真要實施 中階跟基層幹部是跑不掉的 以此類推 我們看到後面還有一連串的管理 會計的工具 包括了成本數量利潤分析 定價決策 整體預算利潤規劃 資本支出決策等等 一路下來 我們在這個學期裡面 基本上90%都會上到 有一些部分 像 服務 部門的 費用分攤 那個就把它丟到 成本會計裡面去 我們在這邊 時間不是那麼多 所以不會去介紹 以此類推 所以這個所有的都把它分出來之後 我們也把三個層級不同的地方 把它看到哪一個可以用到 最後那兩個方法 包括分權組織的績效評估 跟責任會計 這個是全員 全公司都必須要來進行的 分成組織 分成組織的績效 這個績效不是 不是只有老闆 在衡量我的副總經理的績效 衡量我的經理的績效 然後經理呢又去衡量所謂的組長的績效 組長又去衡量所謂的員工的績效 不只是如此喔 我們還衡量老闆的績效 而且這個績效本身的制度啊 沒有老闆同意啊 絕對是自愛來行的 所以這個會計的工具啊 就是橫跨全公司 不同的活動 都要運用到 所以我們用這個角度去看 就會發現 領導的層級 跟活動的層級 利用了整個的會計工具 來做進行 那這個作為一個決策者 管理者 責務旁貸的工作 就是不管什麼層級 的管理者 都不斷的在做決策 只是 最高層的 他的決策 範圍 最廣 時間 最長 最基層的 基本上 他的決定就是 日常性的 我們到了工作控制的時候 簡單來說 就是像是 我們每一個住家 一開門 每天的 柴米油鹽 醬醋茶 都要來決定 就是這個 我甚至有 有一段時間 跟我的學生合作 來了解 每一家公司 他的這個 右邊的工具 使用的 方式 跟他的 徹底性 與否 來判斷 這家公司 管理的制度 是不是上軌道 我們很技巧的問 請問你們有沒有做預算 預算怎麼做 做完預算 有沒有設定標準 標準怎麼設定 如果有差異的話 這個差異是怎麼去管理 是用什麼工具來進行 差異的分析 等等很技巧的 讓這個 填問卷的公司 不會敏感的想到說 你是不是要刺探我什麼秘密 等到這些 我們問了幾十家 這個 傳統的製造業在 南部為主的 拿回來以後分析之下 那是在十多年做的一個資料 赫然發現 有很好的管理制度 當時還真的不是很多 那就可以看到 不是說這邊每一家都在做 其實當時啊 那個學生在做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專案的學生 有點 驚訝跟 傷心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企業 回 回收的問卷 表現得不好 那我馬上跟他講說 你要很高興 因為越多的企業 表現得越不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氣管系的 學生的 舞台就越寬廣 你去的時候 給他們 馬上去建立 很多管理的制度 而這些制度呢 都是我們在這個 課程裡面 會上到的 如果你把這些制度都 學得很好 到了企業去的時候 一看不行的時候你很快就可以建議老闆 老闆建議中階的經理層建議基層 全部可以怎麼樣去把它運作起來 這個反而是我們的舞台 最後我們要看到是管理會計與公司治理的議題 這個地方裡面有個叫做企業道德的重要性 從我們的書裡面的第14頁到第22頁 那中間也有區分所謂的公司治理 19到22頁 還有管理會計師的職業道德規範 16頁等等 甚至企業的社會責任 17到18頁 這個地方裡面 業數不多 只有 14頁到22頁 14頁到22頁 可是也希望同學 能夠把它 清楚的 徹底的 讀一遍 因為這個 這個企業啊 是圍繞在一個叫做 賺錢 為核心在打轉 換句話來講 獲利啊 是企業的 使命 那每一個 在企業運作的人呢 都跟這個 這個 獲利啊 直接或間接相關 那圍繞在利潤利益 中心打轉 人性 是脆弱的 那脆弱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會有 會計會有 叫做內部控制的機制 來做管理 希望啊 跟錢有關的 這條流程啊 就是從現金也好 刷卡也好 一路下來 到最後的進帳為止 出帳為止啊 整條跟錢有關的 都設計出那個 內部控制的機制 是讓所有的員工啊 參與的同仁啊 沒有機會 來 污到公司的錢 對老闆來講 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裡面 我們稱之為公司的制度 光靠制度就可行了嗎 不見得 我舉例來說 今天如果我是個業務員 我是個業務員的呢 我要把東西賣給企業 賣給別人 那公司跟我講 這個東西一個十塊錢去賣 問題是 我告訴公司說 我可以賣 一個十塊錢 我如果可以賣一百個 你還是 還是要十塊嗎 對方會殺價呢 公司說 好啦 最低最低 你不能低於八塊 那我這個業務員很厲害 我舌菜蓮花 我還是可以告訴我的客戶 這個東西啊 太好了 一個十塊錢我降不下去了 你買一百個吧 對方想了半天 好啦我買一百個 可是還是很貴呢 沒有關係 我們來商量一下 這樣子好 我算你八塊錢 那你跟你的公司講 還是賣我十塊 中間的兩塊 一人一塊 分一分吧 可不可以 兩家公司都不知道 一個叫採購 一個叫業務 那個採購的 每十塊錢 他抽一塊錢 你從 從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那個這個 其他地方補給他 那我這邊呢 我跟公司報十塊 我其實真的只有 只有八塊錢 我又可以抽一塊 這個就是 牽涉到 所謂的企業的 職業道德了 那業務在污錢 老闆很怕他 一直在防備他 那如果老闆要污錢呢 都是他的錢 他有什麼好污不污的 理論上是沒有錯啊 但是我們在企業營運管理裡面 我們還是希望最少要遵守所有的社會上大家公認的法律 如果今天老闆認為這個公司是他的 所有的錢財是他的 在會計帳上 如果確實也是他的 股東往來 那就讓他去拿 這也沒有所謂的 但如果利用 不法的形式 把公司的錢掏空 那個就 更危險了 而且 老闆掏空啊 比 員工掏空 更容易 是不是這樣子 大家想想看 那怎麼掏空吧 我隨便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公司裡面啊 慢慢做做做小有規模 我還是一個老闆 我也不是上市櫃 我就是一個中小企業 那這個公司裡面呢 雖然是老闆 但是我也找了三五個股東一起進來 我是大老闆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那百分之四十分給另外三個 每一個人百分之十幾 湊起來了 這時候呢 我自己呢 賺了錢的 買了一塊 這個在那個 山坡地買了一塊 土地 一瓶搞不好 十塊錢買的 舉例啊 舉例 十塊錢買的 那公司呢 這個 開會的時候 我這個老闆就說了 好像啊 這個 公司要擴廠 所以我們要買一個土地啊 準備啊 擴建 那這個 小股東說好啊 決定了 決定之後啊 我就把這個土地啊 用我的那個小山坡地 一瓶十塊錢呢 賣給了公司 不過呢 一瓶呢 用一千塊賣的 大家知道意思吧 我這個錢就進到了我的口袋 公司的錢就進到了我的口袋 那這個土地買進來以後呢 這個 過了一年了 跟股東說 哎呀 市場不太好 上次買的土地啊 發現 用不到 這時候再把它賣出去 啊 疊價了 怎麼疊到了十塊 那就疊價損失 反正公司裡面呢 報一報 損失就結束了 結束了以後呢 就不神不知鬼不覺的 就錢就套進了 私人口袋 那小股東沒有發現就算了 真的發現的話呢 要不然就是欺的要命 要不然就是告你 告你之後呢 還要去打很多官司 那個土地真的是十塊 真的是一千塊 搞不好要找土地 建價失 要看那個市場周邊環境 花樣很多 搞了半天 不了了之 反正我這個大老闆 中間一來一去 就賺了一些錢 這個到底是違法還是不違法 都很難講 但是 這叫做灰色地帶 不過 我們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 當老闆 要污錢的時候 比員工要容易多了 員工要污錢有老闆在盯著 那老闆要污錢有沒有人盯著 沒有人盯著 所以在美國 2000年以後 連續發生了一些很大的弊案 到現在為止 這些美國的這些公司的執行長 還關在監獄裡面 最有名的叫做恩農案件 這個恩農案件 大家在大三的同學應該在三年內多多少少都聽過了 這個恩農案就是老闆 利用會計科目的偽造跟會計師一起合作 讓公司一些虧損 變成了資產 看不出來 而事情爆發了之後啊 數百億的資金 被 轉移 挪用 跟掏空 那個執行長判25年 現在應該還關在 因為他那個判刑的已經六十幾歲了 應該還關在 應該可能會關到死 那這個人還在活的時候 那這個人還在活的時候還在當時沒有爆發 沒有back time的時候 他在美國的商業界是呼風喚雨的 這個車子一定是千萬名車億萬豪宅的生活 現在照樣全部給我關到監獄裡面去 從那個時候開始 美國發現了 而且剛剛講的恩農只是一個開始 一連續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書本裡面 有非常多的 這個美國公司 陸陸續續的 爆發的醜聞 因此 國會的議員啊 這個沙冰就定出了一個沙冰 方案 想要針對 公司治理 來 對付 所謂的老闆這個層級 來進行進一步的制度設計 來讓那些老闆 不要輕舉妄動 這個沙冰法案裡面 所設計的 首先有一些層級的不同 就是 獨立董事的設計 就是董事會來控制董事長 董事會裡面 有一個外部的獨立董事 他就比較客觀 給獨立董事的權限 就是所有跟財務的 會計的 重大相關事項 都要獨立董事 來做背書 可是 光靠獨立董事 好像不夠 所以沙冰法案裡面 再延伸出去 從獨立董事 變成薪酬委員會 就是董事裡面的董監事酬勞 就是高階主管 利用董監事酬勞 無鬼搬運 把利潤 搬回自己的口袋裡面 而且還是合法的 必須要在 薪酬委員會裡面 來做一個 討論 最後 甚至更拉高到 審計委員會 所以 整個的公司治理裡面 面對的 並不是公司 其他的層級 而是在公司 董事會裡面的 所有的董監事 那些大佬 那些掌控公司 命脈的最高的 決策單位 來做制衡 這叫做公司治理 但是啊 公司治理還是靠人 人還是有企業道德的概念 我們的管理 更有道德的規範 在台灣呢 公司治理做的怎麼樣 台灣公司治理做的最好的一家公司 叫做台積電 他是模範 我個人也剛好是獨立董事 不是台積電 要是台積電獨立董事我就發了 我個人是在一家公司做獨立董事 一個月 給我三萬塊 請問我要不要聽 董事長的命令 誰請我的 要先問 如果董事長請我的 我要不要聽他的命令 理論上不能聽他的命令 因為我是獨立董事 我要秉持我獨立董事的立場 我要認真的對這家公司 所有的可能弊案都要插手進去管理 一個月才給我三萬塊 說真的你拿三萬塊要收麥 我要叫我替你 替你背書 我沒人都沒有 我的風險太大 所以我當然不會 而且 我的後台老闆 並不是董事長 我的後台老闆是法人機構 政權的名稱叫做經濟部 所以我聽命經濟部 經濟部來找我的 去做這家公司的獨立董事 所以我在這家公司裡面 我現在還是已經做了五年了 我是非常的凶惡的 在董事會裡面 只要給我抓到我死咬不放 而且一定要把它揪出來 把那個弊端 這個時候就有問題了 比方說 有一個 有一個 屈處的事業部 發生了一個 缺案 造成了我們的材料的虧損 超過了450萬 按照公司的政策 只要300萬以上的 就要送到董事會去討論 這個弊案 我就看了一下 好像寫得很模糊 已經在某年某月某日 被這個 小偷 偷走了 損失了450萬 就準備董事會報告完就算了 我一看不對 我就在報告的時候我就提出了 請問 可不可以給詳細的說明 我要看一下 有沒有找警察 有沒有報案 那個紀錄在哪裡 結果他們立刻準備了 準備了以後呢 我開完董事會回來 一個禮拜就收到他們的書面 資料 一看就氣死人了 因為這個案子 他這個 圍牆 內外都有監視器 這個監視器被人家 挖 弄壞了 弄壞的時候呢 早上啊 有一個卡車 在6點鐘就開進了公司 那公司的警衛啊 在問的時候他說他要來 拿一些材料 警衛讓他進去 結果材料拿完了以後 他不是拿材料 他是偷材料 然後7點鐘 卡車要出去的時候 警衛居然忙的 沒有時間看 讓他出去了 那因此我們就損失了 450萬 我光看這個故事就覺得不可思議 有管理嗎 有沒有管理 可以讓人家卡車隨便進出 然後所有的監視器居然都壞掉了 有沒有內神 外鬼是確定有了 對那報案之後有沒有去追蹤 對一個 年營業額 兩百六十億的公司 這個幾百萬算是小事啊 這個時候我就會做壞人 要求他們的經理 要來做 董事會來做現場的報告 同時追究後續的責任 對那監視器怎麼會沒有 那出去馬路之後 沿路的監視器有沒有再去追蹤 這個車牌都還在啊 只有我們自己場內的 所以這個就叫做獨立董事 很麻煩的 本來我們的 規範裡面 是針對重大的財務 包括會計師的聘用 投資方案的決策 等等之類的 可是某一個金額之上的 自然 只要是金額 我自然就有興趣 像這種就幾乎也無形之中 把手插進了所謂的管理階層了 所以我們在我在那家公司裡面 大家都討厭我 這個類似做壞人一樣 不過這個沒有辦法有職業病 而且我的老闆是經濟部 我怕誰啊 但是我另外一個同事 在高雄另外一個大學做會計系主任的 他接到這個獨立董事 立刻把所有的職務都辭掉了 專心的做某一家金額公司的獨立董事 一個月的車馬費 我是3萬 他多一個零 他是30萬 誰找他的 是董事長找他的 那請問他 那請問他可不可以獨立 我問過他了 他說金額不會作弊啦呀 這個沒什麼問題的 我的經驗告訴我還好啦都可以 那有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偶爾的私底下講一講不會怎麼樣的 我只安安安心心的三年坐下來賺到了錢 比我這個大學教授做一輩子搞不好存的還多 他還照樣做教授 薪水沒少 只是把系主任啊什麼 其他的雜七雜八的缺都不做了 專心做這個獨立董事 他還問我說要是是你 你還不是也一樣嗎 我那想了很久 真的不曉得呢 如果我今天去做他那個一個月有30萬的獨立董事 我是不是也可以客觀 一年下來360萬 三年就搞了1000萬 如果今天我去做台積電的獨立董事 一個獨立董事都是1000萬 你怎麼辦 台灣很多企業 董監事的酬勞一個人一個月像華碩集團 董監事酬勞裡面平均每個人是1300萬 一個虧錢的公司 不是華碩 sorry 宏基 宏基今年虧錢居然還在拿1000多萬的董監事酬勞 有沒有良心 有沒有道德 有沒有掏空有沒有公司治理 大家想想看 不要以為宏基是好公司 他是越來越爛的公司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欠了到道德歸斑 同樣道理如果他今天找我去我敢這樣罵他嗎 在董事會罵嗎 你們都沒有道德 董事長第二天就叫你回家 他現在不能叫我 他如果真的找我的話 是不能叫我隨便回家有任期制度的 獨立董事是有保障的 他只能把我冷處理 丟在旁邊不理我 所有的重要資料 不在董事會出現 變成只有這樣子而已 甚至羞辱羞辱到你回家 用這種方式 所以獨立董事啊 確實也是很辛苦 我這個過程中間 有一些公司 都找過 這個 大概名聲在外面不好 最後老闆聽了半天有點嗨發說 那我們下次再來合作 問題是 各位同學 你們進到了企業 之後 既然讀企管系的 他們還有一些財務 財管系的同學 我相信了 90%以上的同學 將來都會進入職場 大概不會進到公家機構 進到職場的時候 你們多多少少日後 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當利益衝突的時候 你們的良心 你們的道德底線 你要怎麼去掌握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是一個很煎熬的問題 這個 我們現在 在學校裡面 在教課的時候 每一個學期開始的時候 會做一些 老師要做一些衡量 說我的課裡面 有什麼什麼內容 我每次在選到 我這門課有沒有 教導倫理的時候 我都很心虛 我要不要勾友 就是因為我都勾友了 所以我這一章節 要特別講個10分鐘 讓同學要有個了解 我這課也是有講調倫理的 因為我們的管理 會計師都還有職業道德規範 我們是跟這個企業裡面 教他做管理的 而且都是正規的管理 可是 我也可能 可以教他非常多的 掏空啊 鑽漏洞啊 搞歪的 也有可能 所以多麼恐怖啊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同學啊 把這個管理會計 學好之後啊 去教導公司的 正派的方式經營 我是有這樣的經驗 有一些老闆 特別是中小企業的 他確實來說 哎呀我這樣 經營有點困難 老師有沒有什麼 撇步啊 來敲我 我就說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經驗 因為你做生意也做那麼久了 有啊 我們的同行都說啊 用這些用那些 講了半天的時候 我要先聽他把他的經驗告訴 講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另外一個概念 我說你跟我講了那麼久 你有沒有發現 你把你的經歷啊 花了太多 在這些 歪七扭八的地方在想 你為什麼不把你的經歷 拿來花在所謂的正派的經營上面 做好了 賺錢賺了更多 員工幫你一起努力 賺了更多 你其實賺的也更多 你為什麼要去找那些 而且甚至有時候跟我講 老師你看那些員工啊 太不滿足了 現在外面 隨著變變 18000 就18K也可以用到人 還跟我要爭取 25K 我都用了22K了 我那時候也都很難過 我說 你要跟我問這個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 你給18K你準備倒閉吧 沒有人會真的替你認真賣命 賺錢 賺錢是要大家一起來 你有資本 你有管理 你是老闆 你把賺到的錢 大家一起分的時候啊 人家會幫你賺更多 你為了要去摳這些小錢 對員工又不好的時候 你不可能24小時監控它 員工對你也肯定沒有忠心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都是 另外一種說法 其實它的 基礎就是一種良心跟道德 所以我是希望同學 如果今天進到公司 你用你的邏輯來看 來判斷 如果這家公司 確實是經營困難 但是老闆為人正派 而且也在用很多的管理的方式 要改善 你不妨可以參加 跟他一起努力 那如果這家公司小有獲利 那你去發現這老闆心疏不太正 而且所謂的過程中間 管理的 這個特別是對人對事的管理有非常多的奇怪的地方的時候 要不然就是發揮向上管理的功能 向上管理是有一段時間很夯的 就如何利用技巧 管理老闆 利用老闆給你的資源管理老闆 或者是 準備令謀高就 不要浪費你的青春在這種沒有前途的公司裡面 消耗生命 OK 最後這邊有一個公司治理 工商時報裡面的一個 資料 這個是一個 會計大佬 叫做鄭丁旺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這是去年的7月5號 會計管制 公司治理 最重要的工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公司治理 基本上 還是圍繞在會計的核心裡面 這邊是因為針對台灣的上市規公司要導入 國際會計的報導準則 就在 IFAS的時候 記者就問了 鄭丁旺 這個大佬 鄭丁旺這個人 是一個會計學術界很有名的 不過他現在因為 他的輩分很高 所以在座的同學可能不是太清楚了 早期跟會計所有相關的 高考補考 國家特考 都是鄭丁旺在出題 他的書啊 都很好賣 因為要準備考試一定要看他的書 所以書賣了一坨苦 賣到昏倒賣到 撰翻的時候 我當時也在想說這個有沒有道德啊 自己出考題的考官 然後他的題目跟他的 考他的書本還居然有很密切的相關 這個有沒有道德 但是後來發現他賺了很多錢 這些錢呢 後來他是一個鄉下的窮小孩子 他把他的賺錢大部分的錢呢 在他的鄉下 他蓋了一個圖書館 來貢獻他們那個鄉村附近所有的窮苦的小孩的 讀書環境的時候 我突然又有一個想法 這個人的絕果論來看 他其實好像還是蠻有道德的感覺 只是從他的家鄉的小孩應該擴散到全台灣的小孩 這個鄭丁旺說了 鄭丁旺說了 他說 會計準的 推動公司治理 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內部制製有三項 就是董事會經理人跟股東會 這些都是我們的對付 那會計是最有效的工具 這個在各位的 網絡大學的講義教材也有 同學自行的參考 OK 我們再回到原先的那個單筆食品的資料 如何取得所需要的資料來進行管理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個 前面這個章節 包括成本會計管理會計跟 財務會計的資訊的分類 管理的要求 同學如果再問這個問題 回去再看那個Case的話 我們需要準備的數據資料可能就會越來越豐富了 應該會越來越豐富了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可以進行合理的規劃 確實的執行跟合理的控制 不過要做到第五項 可能還是要把整個管理會計要學完了 大概就可以了 跟著再看財務報表 會計的基礎 在在座的同學沒有學過 會計學的請舉手應該沒有了 還有一位啊 你是哪個系的 IBMBA IBMBA的啊 IBMBA是 IBMBA裡面是沒有交會計 那你來讀這個 還可以吧 好 那 這個叫做 International的 MBA 我本來以為大家都有 所以要講 下面的話 突然被你打操就講不出來了 本來要說 看到沒有 都學過了 幹嘛還要在這邊再講一遍呢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這個 還是一樣可以問 這個 都學過了 幹嘛還要在這邊再講一遍呢 因為財務報表 太重要 太重要 所以希望透過財務報表 能夠結合我們的管理會計 因為管理會計的數據 基本上都是從財務報表裡面 匯總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再做一次的介紹 希望透過再一次的介紹 讓同學更加深印象 針對我們的報表 有更深的認識 首先 要問什麼是報表 其次 報表與管理 跟著報表與策略 有什麼關係 最後就是 我們到底一本帳 兩本帳 還是多本帳 報表 基本上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叫做 我們身體的健康檢查單 報表都是那個企業 一年之後 做完了 最後整理 結算 匯總出來的一個報表 就像是我今天去做檢查一樣 我去做身體檢查 我的血脂肪啊 我的肝啊 我的肝脂肤啊 我的心脏啊 我的這個什麼 糖量 那個什麼 有沒有糖尿病 高血壓 一樣的道理 我會做出一個報表來 這個報表 既然是已經過去的 那我跟管理有什麼關係 我跟策略有什麼關係 我是不是可以進行管理 當然可以啊 我如果今天假 我這樣舉例來說 我今天 拿一個我60歲的身體健康檢查表 去跟一個20歲的身體健康檢查表 來比較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拿一個 60歲的健康表 拿一個同樣60歲的一個 非常健康的人來 跟我做比較的時候 他的血脂肪 血脂肪比我低 表示他時常在運動 這叫做管理的功能 我透過我跟他的比較 我來改善 這就是一種管理 所以我們拿報表的時候 會習慣的 去拿這個行業裡面 不同的報表之間來做比較 別人的 存貨周轉率 只有20天 為什麼我的會有40天 我這個40天的報表 在同一個行業喔 我們有沒有辦法 從40天 先降低到35天 不敢講別的 就5天而已喔 你為了要把存貨周轉率降低5天 你要做什麼動作 那就是管理耶 那報表跟策略的關係 反走過 避留痕跡 報表是以前的歷史紀錄 匯總 這個匯總啊 反走過避留痕跡 我如果啊 開始準備要 進軍了另外一個行業 我本來今天呢 是做汽車的製造 我開始準備要進到金融業 想搞一個銀行 我勢必開始會投資一些 到銀行界的一些動作 讓我的 這個這個 銀行管理的知識 透過我現在的投資 慢慢的開始建立 我從你的報表就可以看出來了 你的業外 為什麼開始有跟銀行有關 跟什麼的 證券有關 這個就是 策略 你 從報表裡面 可以慢慢去追蹤到 這個公司 他從以往的軌跡 來判斷他未來的走向 就算是 沒有那麼離譜 假設 台積電 連續三年跟聯電 假設我們兩個都是在 晶圓製造業裡面看 而且也假設 聯電 他沒有很多的多角化的想法 我們連續三年 發現這個報表都平平穩穩的三年下來 我們就說他們的策略 應該跟以前一樣 但如果發現 台積電 在研發的投資 突然有不正常的增加 你再去收集資料 原來他們在奈米製程上面 想要投資更多 這個時候 他的 支出 研發等等 都會開始有巨額的變化 就表示 他的策略 開始在轉型 所以我們從報表可以 讀到很多情報 跟著下來 一個公司裡面 到底一本賬好 兩本賬好 還是多本賬好 我們其實啊 要跟同學講清楚的是 每一家公司 至少都有兩本賬 一個叫做財務報表賬 一個叫做稅務報表賬 稅務報表是給國 國稅局報稅的 財務報表是給 金管會 作為公開的資訊的 揭露的 這兩個賬都合法 所以一看到兩本賬 馬上就開始有一些想法 是不是假賬跟真賬 我也跟同學再強調一下 一個公司如果有假賬 跟 真賬 就是外賬跟內賬的話 我都會告訴那個老闆 你已經沒有真正的賬了 你一開始做假 你就沒有真正的賬了 你為了要做假賬那個小利 而喪失了你的 資訊的正確性 這個時候你就要小心 也許賺到小錢 虧了大錢 因為所有的賬都已經不真實了 沒有什麼 我還可以在裡面做個真實的賬 假設一個公司能夠有一個 會計的工作者 可以幫老闆做出一個 真正的賬 內部非常清楚 而且又可以轉換成假賬 去騙外面的人 這個人啊 一定有 但是他的 成本會昂貴 我有這個能耐的 我不會被你用這些小錢綁住 因為我也有風險 哪天東窗事發 我還要被關 我做假賬還要被關 這個成本是高的 所以基本上那種人才也不多 大部分的 兩本賬的定義是 內賬外賬或者假賬 真賬的公司 其實是沒有真賬 都是一筆爛賬 只是要為了騙外面人 所以我們要記住啊 我們正常來講 應該是兩本賬 甚至多本賬 因為管理會計的內部賬更多 我們從這個角度先來看 報表 為什麼可以進行管理 為什麼可以讓我們來運用 就是因為 它有一個 發展的歷史 我們先來看 這個章節 希望能夠透過財務報表的 種類 特性 跟他各自的資訊功能 做一個了解 之外 還希望把資產負債表 綜合審議表 現金流量表 跟權益變動表 來結合 看看他們之間 報表的相關性 這個報表本身 讀過財務會計的 同學都知道嘛 就是利用所謂的 會計的借貸法則 借來借去 代來代去 就做出來了 這個借貸法則 它的這個 借貸法則 它是誰發明的呢 是1494年 就是15世紀 末期的時候 義大利 威尼斯的一個修造院的僧侶 叫Pascioli 伯修羅 他 寫了一本數學大權 這個數學大權 其中有一個章節 就在探討 所謂的如何利用簡單的規則 將複雜的商業交易的行為 有系統有組織的 把它編製 跟錄起來 那這本書 就是我們的整個的 會計記帳的基礎 就或者叫做 富士 富製 借貸 法則的 實主 就是這位 伯修羅 這個伯修羅 這個人 我總算收集到他的長相是怎麼樣子 因為我們稱他為現代 會計之父啊 不是旁邊這位啊 是這一位 這位帥哥可能是一個王主吧 這一位 再講他的一個另外一個身份 達文西聽過沒有 他是達文西的數學老師 達文西已經是夠天才了 他比達文西還厲害喔 達文西在畫那個什麼 這個什麼一個人啊 要找那個 典型標準人類的 黃金比例 不是有一個人嗎 那一個圓圈圈起來 那個人的圖像 他在畫這個人 一直畫不好 因為那個比例不對 找不到 最美的那個比例 跑去找這一位 伯修羅 伯修羅給他那個比例 一給一畫出來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 這個 難道 只有他來做記帳嗎 沒有他我們人類以前 就垮掉了嗎 不記帳了 那我們東方世界怎麼辦 中國人呢 我們古老的祖先 很偉大呢 這個這個早就有 難道都沒有記帳嗎 秦始皇那個年代 就已經是把全天下統一了呢 秦始皇離現在多久 兩千多少年 至少兩千三百年吧 秦始皇 這個 謝佩穎 講到秦始皇你覺得 很陌生還是還蠻 感覺蠻熟悉的 很熟悉啊 為什麼看過他的連續劇 秦始皇 有有有看過 那跟著就是 那個什麼楚漢相爭嘛 劉邦向羽 這個也很親近嘛 對不對 我們隨便講這個都是 兩千三百年前的歷史 兩千兩三百年了 所以中國人對歷史的感覺 跟西方人不一樣 我們 講到秦始皇 講到什麼什麼漢武帝 都覺得好像是昨天的鄰居發生的故事一樣 因為連續劇看的太多了啦 對 裡面演的神龍活現的 剛剛演完的藍明王也都有一千七八百年歷史內 哪有那麼漂亮的服裝啊 笑死人了 那個時候穿的布啊 用兩下都會破掉的啊 那居然每個華麗到如此啊 好啦算了 但是啊 還記得 漢武帝 這個劉策 他要打匈奴 為了要打匈奴啊 當時需要錢 為什麼要打匈奴 因為啊 他的父祖啊 父親祖先啊 被匈奴修辱到不可以 要把女兒的嫁出去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啊 決定要報仇了 那報仇打仗是容易啊 問題是你要錢 所以當時的漢武帝的朝廷裡面 有兩派在激烈的競爭 競爭什麼 錢從哪裡來 當時 全中國的 鹽跟鐵 討論到的是要不要收歸國有 全國的鹽跟鐵 有的是私人的 有的是地方政府的 當時的朝廷兩派大官 一派認為要把鹽跟鐵 收歸國有 由國家控制 很快就會累積財富 另外一派是說 全部給民營 我們靠稅 也可以來 做所謂的 那個這個 抽稅的財富的累積 這個 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已經是講兩千兩百年前的故事 很難想像 而講的都是非常 複雜的計算 難道沒有 會計嗎 當時還有個叫 鹽鐵論 我在讀中學的時候 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就讀到了 鹽鐵論 三個字 從來不曉得在搞什麼鬼 後來在十多年前上海 上海去跟上海的 統計大學跟上海的交大 做交流的時候 我每次去上海都會跑到上海 蘇城 福州路上有個叫上海蘇城 可惜三年前倒閉了 也是熬不過 所謂的 網路時代的來臨 那個蘇城裡面 鈴鐺滿目好幾層樓 每一層都有很多書 不小心看到了 鹽鐵論 哇 當時如獲至寶 他的鹽鐵論就是有原始的文章跟翻譯啊 馬上買回來看 很嘆為觀止 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就應該討論這些 經濟的事項 最後啊 鹽鐵論最後是把國家收為國有 不是因為這個政策 經過辯論之後認為國家收為國有是比較有利的 不是 他的後面是因為兩個派系的政治鬥爭 古有的那個派系贏了而已 但是問題是沒多久真的累積好財富 然後去打匈奴而且打贏了 這個就是鹽鐵論了 一定是有一個很堅實的國家的財政 而且也一定要有會計 原來中國人古代的會計啊 有一本書來描述會計記帳 叫做四柱書 四根柱子的四柱書 這個四柱書裡面呢 哪四個柱子 要靠這四根柱子把帳可以計算起來 第一根柱子就是我們的起初的起初的狀況 第二根柱子就是進貨的狀況 第三個柱子就是出去的狀況 第四根柱子就是期末的狀況 就是四根柱子 那西方人難道沒有嗎 那當然也有 絕對不是等到1494年 這位老兄啊 而是在1215年 西方的大憲章 英國的大憲章 就已經在規範了 打仗的稅要怎麼抽 貴族跟富翁啊 那個稅要怎麼付 就不要讓皇帝啊 一個人為非作歹的全部來祖宗 所以大憲章是在規範這一些 他們也要打仗 也要有軍費 也要有祭賬 那個所有的祭賬都叫做流水賬 其實會計是很偉大的 同學千萬不要小看會計啊 不是我們學會計的人說的 會計之偉大是因為 我們人類所有的語言都從會計出來的 如果沒有會計就沒有語言 就沒有人類的文明了 我們還在如毛吟血啊 為什麼 從現在發現的 結神祭祀 就是一種 會計帳 你結那個神啊 是說我有幾頭牛幾頭羊 可是繩子不容易保留 現在最早的證據是6500年前 兩河流域挖出來的陶片 這個陶片上呢 不是記錄血型蚊子 兩河流域是血型蚊子 螃蟹一樣的血型蚊子 血型蚊子就是 就是所謂的拉丁啊 文字就是 就是希臘羅馬文字的前驅啊 這個血型蚊子啊 它的源頭 其實那個陶板上面 純粹就在記錄一個家庭的財富而已 現在可以證明 它在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話來話去的是說有幾頭牛幾頭羊幾個米幾個什麼東西 所以由這個財產的記錄來延伸出來變成文字 變成我們的文明 所以會計是數字之死之母 沒有會計就沒有人類了 所以對會計要熱愛啊 這個 佛修羅啊 他呢 他的努力在哪裡 他的努力啊 是把這個會計啊 變成了 一個 不是 不是像傳統 剛剛前面講的 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世界 這個四柱書也好 或者原先的歐洲的那種 記帳也好 都叫做流水帳 都叫人類的通信都是這樣 我有多少 我進來多少 我出去多少 我還剩下多少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流水帳 從每年的1月1號到12月3號 一路記錄就這樣子而已 那這個薄修羅認為 這樣子不對 因為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並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叫做 Double check 就做到所謂的控制的功能 每一筆帳都應該先去釐清他的因果關係 有了因果關係 分門別類 分別入帳 所有的因 最後要等於所有的果 那每一個類別的因果都算好了 全部的因要等於全部的果 就這麼簡單的邏輯 所以他設計了這個所謂的 富士步際啊 因果就是借貸的關係 我講的那麼複雜 可能同學還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簡單用 他那個年代 在修道院裡面那個年代的故事 修道院裡面啊 這個 比方說今天 一個修道院裡面 有一些銀幣金幣 有一些財產之類的 結果他今天 買了 一頭牛花了一顆金幣 所以他會記錄啊 有一頭牛進來 一個金幣出去 明年買了兩頭羊 兩頭羊進來 那個 一個金幣出去 類似這樣的 後天呢 又賣掉了 五公斤的牛奶啊 兩個金幣進來 五公斤牛奶出去等等之類的 另外 到了年底 看看還有幾頭牛 幾頭羊 那個牛怎麼少了好幾頭 一看 原來中間有些牛拿去殺掉了 進廚房 為什麼來為大家吃飯 幹嘛呢 歐洲的修道院的 僧侶啊 是雖然不能結婚 可是可以吃婚的啊 那這個時候就殺掉 伯修羅發現了 牛進來有兩種用途 一種是準備擺在廚房 準備宰殺 用來吃的 另外一種是要耕種的 如果耕種的話 可能可以耕好幾年內 所以一開始 牛進來就應該分門別類 要宰殺的 放在宰殺那一欄 要耕種的放在耕種這一欄 耕種這一欄到年底 應該都還在 耕殺的那一年 如果有清楚的記錄 到了年裡 這個斬殺就沒有了 變成所謂的現在的 費用概念 那邊變成資產的概念 從這個邏輯出來的 快速的變成了 分門別類 因果相關的記錄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因果的概念 透過有因必有果 來做明確的 邏輯的記錄 這就是我們的 借貸平衡的概念了 因為有這樣子的概念 一直到了 今天 都還用它的概念 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 德國的學者 把這個數學大權 這一本書啊 定為 僅次於 聖經 影響人類 第二本重要的書 那更得意了 學會計的更得意了 為什麼會這樣寫 美國的學 教科書沒有一行字看到這種字眼 只有德國的有 其他歐洲的國家我不懂得其他的文 所以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德國這樣寫的 因為 這個紀錄 可以達到一個叫做控制的機制 因為你可以控制 你就可以把錢 交給別人 看他的報表來相信他 因為這樣子 因為因果一定要相當 如果因果不相當 紀錄過程中 一定有錯誤 這個就可以追查 也因為如此 前面講到的工業革命 需要一個大量資金 在集結的時候 不是光靠一兩個有錢人就夠了 而是要靠大部分的人的錢來集中的時候 沒有一個可信的報表 大家都不會把錢拿出來 如果不會把錢拿出來 工業革命根本不可能 順利的 成功 所以德國的學者認為 有了這個記帳的技巧 有了這個機制 有了借貸平衡的法則 等等之類 可以讓工業革命 順利的發展 好像也言之有理啊 所以才是僅次於 所謂的工業 僅次於聖經之類的 第二本重要的書 先下個休息十分中 等下再繼續